野狼哥哥他上課都會很專心喔 而且回家還會自己主動寫自己的作業喔 有沒有很棒 有 還有呢 野狼哥哥現在會跟大家一起開心的玩遊戲喔 而且而且他在等待溜滑梯的時候 還會做什麼事情 排隊 你們剛剛在外面有沒有排隊 有 有好棒喔 還有呢 野狼哥哥現在會開始吃 青菜 而且不只青菜 他的肉肉跟飯也都有吃喔 這樣才會飲食均衡 變成健康的好飽 對不對 最後最後 野狼哥哥他現在 每天都會洗澡 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的才出門去喔 你們覺得野狼哥現在有沒有變得很厲害了 有 那你們有跟他一樣厲害嗎 有 還是比他厲害 比他厲害喔 比他厲害喔 真的 這麼棒 特金姐姐呢 也覺得野狼哥哥這樣很棒 而且是一個很自律的野狼哥哥喔 有人知道自律是什麼意思嗎 有人可以說說自律的小朋友會做哪些事情嗎 會做哪些事情嗎 會做哪些事 會乖乖乖做著吃飯 沒錯很棒 不會像一隻蟲牛來扭去對不對 你來跟我說說自律的小朋友會做什麼事 對 他在看著每個小朋友會做什麼事 他在看著每個小朋友有沒有很棒嗎 姐姐你說 我想說 我有說 喔 姐姐說 乖乖的吃飯 乖乖的排隊 還會乖乖的自己寫功課 還有呢 姐姐你說 說 說玩具 喔 很重要 會自己說玩具 你們會嗎 會 真的嗎 爸爸媽媽都在這裡喔 不可以說謊 你們會自己說玩具嗎 會 好 很棒很棒 好 最後一位 來 你說說 你會做什麼事情 自律 好 你說下課很軟一點嗎 很棒 沒錯 下課的時候 自己很專心的聽老師說話 也是很自律的行為喔 好 我知道 你們一定都是自律的行報 對不對 剛剛我的教室裡面的小幫手也有 跟我說 今天聽故事的小朋友 表現得都很棒 而且都很認真的聽故事喔 所以 還要請我送你們一個小禮物好不好 好 等一下呢 每個小朋友 都可以拿到一張小天使 因為你們都很棒 好 所以 然後呢 金魚姐姐的故事 到在這裡準備結束囉 金魚姐姐要 謝謝各位小朋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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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謝謝 那還有呢 今天是誰帶你們來騎士寶寶寶 好 那現在我們趕快看一下自己的爸爸媽媽 我們要請謝謝他們喔 好不好 準備了 好 好 每個人是一點像不出去玩你也可以再跟爸爸媽媽說一次喔 來 準備 1 2 3 謝謝 謝謝 爸爸 媽媽 好 現在我們可以請每位小朋友 我們到線線上台 增強火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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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